狱竹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敦子 立刻慌了神 可他小手刚往下一摸 敦子马上就乐出了声 此时的狱竹还不知道 自己已是命不久矣 只顾着跟敦子畅想未来的甜蜜生活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带着敦子到陕北 那片年轻人最应该去的地方 陕北的天是蓝的 太阳是红的 哪的天不是蓝的 太阳不是红的 这是形容词 形容陕北是个好地方 哥 以后啊 我都教会你这些 两人正聊着天 狱竹一抬头 瞅见了桌上被下了毒的水晶饼 谁来看见啊 最恨的人 保安团的 过生活 狱竹倒不以为然 坐到桌前就打算动手 仇人的东西 不准吃啊 干嘛不吃啊 水晶饼和谁都没有吃 狱竹将饼塞进嘴里 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还伸手分享给敦子 让他也尝尝这等美味 可说着说着 狱竹突然咳嗽个不停 敦子只以为他是噎着了 转身倒个水的功夫 人便倒了下来 嘴里还吐出一口鲜血 就连一言都没来得及留下一句 狱竹为自己的贪嘴付出了代价 而得到消息的刘欣义 看着心如死灰的墩子 打算来一回将计就计 借刀杀人 他对外宣称死的就是墩子 还给狱竹的尸体上立了墩子的墓碑 最后再故意将所有埋尸的人 都装车调往了铜关 这场戏一眼 满满自然是信了 他看着桌上的同款水晶饼 意识有点难以下嘴 满满正纠结呢 虽说现在是报了仇 可自己前前后后被墩子暗杀了七八回 如今就这么让他死了 也太便宜他了 何况这寡癖 可能连鸟都没整明白 自己是咋没的 反正现在人死了 满满说啥大话都行 晚上做梦时 他开心的在草地上蹦跌 追着羊群满处跑 可画面一转 墩子举着机关枪对着他一通射击 然而他不解安然无恙 还一枪打死了墩子 踩上了仇人的尸体 如今罗满满就连睡觉都在咧着嘴乐 这么大的喜事 他打算好好庆祝一下 大仇一爆满满亲自戴上面具 沿起了射火 兔舌都跳大神 取着火烧小人 玩的那叫一个开心 这还不够 还有大摆宴席 带着保安团共同欢庆 可啥叫乐极生悲 就是最开心的时候被人打上了门 刘新义带着正规军来替墩子报仇了 满满一得到消息 就赶紧撵树走 这刘新义肯定是来要人的 说啥都不能让兄弟替自己去死呀 我走你怎么办 你管我咋办 我磕头要烟抓住他 管你个屁事 大哥 你怎么不走 我管你叫爷爷 你怎么走 我不走 郭爷 郭爷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 郭爷 见树狐跑了以后 他才将刘新义迎进保安团 亲自倒茶招待 结果却被人吐了一脸 知道刘新义故意找茬 满满也铁了心的装孙子 问啥都说不知道 一看对方逼得紧了 立刻拔枪往自己脑袋处 要死要活的表清白 刘新义看他这死皮赖脸的样 一时也没了办法 只能带人先行撤退 树狐在山上躲了几日 孩子回到了保安团 为了保住兄弟的命 满满准备了两千大洋 要送树狐远走高飞 两人醉酒送别 依依不舍 都在不停的为对方考虑 眼瞅时间越来越晚 是时候该动身了 可两人还念叨着 待会儿再待会儿 满满将自己最爱的酒壶 和配香都递给了树狐 这是他对树狐最后的祝福 吃好喝好 平平安安 看着树狐拿上行李准备离开 满满早已是泪眼婆娑 等到树狐出了门 满满才敢哭出声来 如今他与刘新义的矛盾 是越来越深 每天还是一样 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正好为何他要办招魂会 老二劝他亲自去一趟新二师 请刘新义来凑凑热闹 正好趁机缓和一下关系 满满嘴上答应下来 可心里总觉得不得劲 他不知道刘新义已经把墩子安排上了 罗满满就要死了 三路人马同时赶到 旁边坐着的是刘新义 人群里站着的是墩子 戏台上唱着的是喜妇 刘新义瞅见墩子的身影 马上找个借口先行开溜 好给他腾出动手的空间 而满满看着台上的喜妇 刚起了点疑心 就被墩子的枪声吓坏了 拱着腰就往外窜 眼瞅着墩子怀抱机枪灭了整个保安团 满满捂着胸口 一扭声跳进了水中 等他再游上岸时 墩子竟也冲了过来 满满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眼前的墩子和梦里的身影 逐渐重合在了一起 他两眼一翻 就这么吓死了 墩子一看也愣住了 咋 我还啥都没干呢 这就凉凉了 他伸手试了是鼻息 又拍了拍点 满满却没有一点反应 墩子情不自禁的乐出了声 但走的时候 也没忘了再补上几箱 此时招魂会的戏台上 只剩下了喜妇一人 就像当年土匪抢粮食一样 他一战身段 又唱起了一段狗家摊 如今大仇得报 他抱着孩子站在玉竹坟前 看着墩子高高挂起的白布 心里明白 一切都结束了 这回 干爸 是真的走了 罗满满一死 刘新义顺理成章的收编了保安团 直接升为了军长 在十年后的淮海战役中 他被一个下级军官从背后射杀 享年55岁 而那个下级军官 正是一心报仇的郭栓虎 栓虎始终记得满满的话 于是他卧心长胆 孤苦等了十年 才为自己的大哥报了仇 最终被军事法庭依法处决 终年41岁 许家最后的种许旺龙 选择了弃症从商 跑去美国做生意 享年86岁 死后依照遗嘱 骨灰被带回千龙镇安葬 媳妇带着孩子 用刘十三的财宝 在西安隐居了下来 还做过一段时间 国眠无常的临时工 他终身未嫁 晚年时跟着儿子 迁居到了法国 享年85岁 随后其儿子回国投资 将齐公县托尔岭 修建成了著名旅游景点 顿子按照玉竹的遗愿 来到了陕北延安 一路从小兵干到了师长 以骁勇善战出名 享年84岁 一代人的故事 就此落下帷幕 关注我看好剧 我们下部剧见